最近又发现了一个超好吃的饼子 刚出锅就吃了两张 首先准备200克糯米粉 再加入40克普通面粉 这样降低它的粘性 吃起来不粘牙 也更加好操作 再加入180克大约50度的热水 给它搅拌成颗粒 再揉成软硬水中的面团 二门上撒上一些干的糯米粉仿粘 把糯米团给它搓成条 再切成六等粉 取鱼片我们给它钻石心 然后再揉圆 然后再捏成面片 再放入30克的豆沙球 用糊口向上轻轻的收拢 我们可以放上枣泥馅 红糖馅 黑豆馅 奶黄馅等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水口处捏结实 防止漏馅 滚上一层生的白芝麻 再轻轻地揉一下 把芝麻揉结实 防止掉落 再放在干的糯米粉上 把它也轻轻地按扁一点 再用擀面杖 试探性地擀刨 炖锅一定要轻 防止漏馅 平底锅或电饼铛 我们开中火 放入扁漆 饼的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烙到底部定型之后 我们给它翻下面 然后我们反复多次翻面 烙到饼的鼓起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凉面金黄 变硬 变脆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的糯米芝麻饼 就已经做好了 刚出锅的时候 它是酥脆酥脆的 我们捏压声音 想吃口感软呢 我们可以落到一起 等一下就会回软了 香甜酥脆 软糯不粘牙 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吃一下吧 经历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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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